醒目一响啊 咱们是书馆开书 如果您呢 现在不方便去找一些原始的历史资料 您在网上要是搜这么一句话呀 它就会出现两种结果 是怎么一句话呢 叫红法决重第六倍达赖喇嘛 这很明显 那是一个名词 那这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印文 是大清政府赐给达赖喇嘛的印文 那可说它怎么又是两种结果呢 首先说啊 您搜这个红法决重第六倍达赖喇嘛 和红法决重第七倍达赖喇嘛 搜出来的结果呀 基本上是一样多 那有人说呢 废话了 那肯定是这大清朝廷啊 当年颁给六室和七室各一枚金印 不对 这个金印只颁过一枚 那么到底是六倍达赖喇嘛是真的 还是七倍达赖喇嘛是真的呢 那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这方印呢 是康熙皇帝搬下来的 那么说这方印是搬给谁的呢 是搬给这个六室达赖喇嘛 苍阳家措 还是搬给七室达赖喇嘛 国丧家措的呢 这还真不是咱们今天的话题 最关键的部分 关键在于哪呢 关键是啊 在这六室达赖喇嘛 与七室达赖喇嘛之间 他还有一位达赖喇嘛 那这是怎么回事 咱们今天的书就要留他 这位达赖喇嘛的名字呀 他叫做阿旺伊西加措 那有意思在哪呢 他既不是六室也不是七室 可是谁也不敢说他没做过达赖喇嘛 如果您现在去查呀 这个咱们那个史学界给他的定义就是西藏僧人阿旺伊西加措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哎 这小孩没娘提起来又是话长了 1705年的时候 这拉藏喊不是说苍阳家措放荡不羁是个假和尚假达赖嘛 于是啊就把苍阳家措给废除了 废除了达赖喇嘛的名号 1706年的时候 咱们说了23岁的苍阳家措呀 或是死在青海湖边上 或是出走于青海湖边上 这咱不管的 咱们前两集也已经聊得够不够的了 那么虽然说苍阳家措这对法理之间的较量已经高于段落了 但是那问题也来了 那达赖喇嘛这个位置不能空缺着呀 那么就得看谁动作最快了 谁动作最快呀 有准备的人动作最快 那谁有准备呢 那若定就是拉藏喊 拉藏喊呢 把苍阳家措废除的同时 有可能啊 在废除苍阳家措以前 他就把整部的计划都规划好了 他早就找到了一位喇嘛呀 说这个喇嘛 他才是武士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所以说这苍阳家措才是假的转世灵童 这个喇嘛呢 就是阿旺依西家措 有学者说呀 这个阿旺依西家措呀 也是这个藏区南部门渝地区的人 这年龄呢 和这个苍阳家措一边吧 那么说今年就应该也是23岁 并且和苍阳家措一样啊 他也是门八族 可是我趋向于相信第二个观点 这一观点呢 那就更大胆一些了 他们说呀 这个阿旺依西家措 就是这个拉藏韩的私生子 根本就不是门八族 而是蒙古族 那当然了 他的母亲很有可能是个藏族 而且呀 也不是23岁 他在拉萨坐床那一年呢 应该已经是26岁了 应该说呀 他比当时的苍阳家措呀 如果还活着的话 还大三岁 那这两种说法啊 他都各有各的理 那咱们假设呀 这两种说法全是人编出来的 那第一种说法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又表示啊 这阿旺依西家措的正统性 首先说呢 他是门鱼人 又是门八族 而且呀 他和这个前边的这位六世达赖 苍阳家措呀 年龄一般大 这首先就肯定了 当年五世达赖 寻访灵童时候的遗鬼 是没错 是正确的 对了 也就是说 这个阿旺依西家措呀 也是按照这个五世达赖元祭以后 寻访灵童的遗鬼诞生的 那后一种说法呢 后一种说法啊 他编造这一说法的人呢 那就是为了证明 这阿旺依西家措 根本就不是五世达赖喇嘛的 转世灵童 因为在年龄上啊 就不对 那如果按年龄上算呢 他出生三四年了 这达赖喇嘛 五世达赖喇嘛才元祭 那就对不上号了 那咱们前头讲这个 活佛转世的时候 聊过这事 你一定要往活人身上转世 那就等于是杀生 你的夺舍法 夺了活人的舍 在灵魂意义上讲 那个人就死了 他为什么一定要夺这个 还没出生的 或者刚出生的新生儿呢 因为大家都认为啊 只有在出生的一刹挪啊 一刹那 随着婴儿的第一声啼哭 灵魂才进入到这个身体 所以说那会活佛转世 这活佛进入到这个婴儿的身体 那不是杀生 那叫活佛转世 那么说呢 这两种说法 无论说的多么的天花乱坠 我还是趋向于相信第二种 因为原因很简单 越是那种有预谋 有计划的 它越不会是那种顺理天成的 更何况你预谋的这件事 它是个神迹 它是活佛转世啊 那能是你随便能策划 能预谋的吗 那拉脏汗既然这么宣布 这么决定了 谁的面子也没给 劈着趴叉玩的就是一个干净 绿色快 就在这个拉萨的布达拉宫 就给这位所谓的六世达赖喇嘛 坐床典礼了 不用剃度 不用受戒 为什么呢 因为据说呀 他原来就是个喇嘛 那别人干吗 什么别人呢 那当然得有别人了 首先说这西藏的 甘丹颇章政权 人家这还有个法王呢 虽然这老法王被车裂死了 就是桑杰加措呀 那人家还有接班的呢 可是这接班的上来呀 正是势力弱的时候 所以呢 看着这拉脏汗手里 攥着光闪闪的刀子 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西藏格鲁派 拉萨的三大寺 这教廷上 有没有什么这个不同意见吗 人家何止是有不同意见呀 这三大寺 这格鲁派三大寺 压根就不承认这个达赖喇嘛 不但不承认他 人家承认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加措 所以说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加措 一元祭 就立刻由三大寺 开始寻找转世临童了 这三大寺就是 甘丹 瑟拉 和折磅次 这可以说呀 是前藏地区 就是达赖喇嘛 控制地区 这个教廷 格鲁派教廷的 最高权力机构 所以这拉赖喇 他明白 不用去问 问也是没好脸 你到哪去呀 人家也是啊 不理你 你说呀 我要给我这个儿子 这个私生子 搞个这个庞大的 坐床法会 你们出点这个高僧吧 咱们念念经 做做法会呀 人家肯定是 一扑了脑袋 没有也去不了 这拉赖喇呢 也不找到寒 所以也没跟这个三大寺 打招呼 那自然的 这三大寺秘密 寻访六世达赖喇嘛 那准是灵同这事啊 这拉赖喇也不知道 都是秘密进行的 当然了 拉赖喇那边搞仪式 那算不上是秘密了 那还有其他人不愿意吗 当然还有 您可别忘了 这和书特韩国 可不光是 魏赖地区 这么大领土 青海那边 还有诸蒙古王宫 对喽 除了这个外藏之外啊 还有安多和康藏地区呢 这顾史函呢 当年啊 只让一个儿子 他的长子来到了 拉萨接地的他的寒位 其他那七伯和儿子 就在青海地区 各自有各自的地盘 各自有各自的牧场 对喽 那儿啊 广是顾史函的嫡系亲之啊 还有七八股势力呢 在蒙古说法呢 有胎记 有魂胎记 在大清国在那边册封的 上至亲王 下边还有贝勒贝子呢 那库斯啊 这大头目 就是和书特韩国的和书特王 现在呢 当然是拉赖喊 那实际上啊 有好处的时候 你是我们的韩王 没好处的时候啊 那咱们就单说了 因为祖上都是平等的 都是顾史函的儿子 都是兄弟嘛 那么对拉赖喊 历六世达赖这事 这些王公什么意见 这些王公一个同意都没有 通通的不同意 也就是说呀 这三大寺在寻访六世达赖的 转世灵童 这些蒙古青海王公啊 那就是他们的后村 就是实际的军力支持者 那有戏看了 拉萨的这个三大寺 以及诸蒙古王公 就合起伙的呀 哎 一股脑的写信 去告这个拉赖喊 和新上任的这个六世达赖喇嘛 往哪写信 往哪告啊 康熙皇帝那啊 哎 这么一告 管用了 中央联合督导调查组来了 那首先呢 有进藏的办事大臣 其次呢 有张家活佛 以及 哲不尊丹巴活佛 两边派出的代表 其实啊 我不知道当时的蒙古诸王公 青海蒙古诸王公啊 还有这个拉萨的三大寺 能不能看出这背后的隐喻 啊 我倒是觉得 康熙皇帝 一下子派出这么庞大的一个督导组进藏 那就证明 他是认可 拉赖喊选出的这位六世达赖喇嘛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第一点 哎 这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加措 废除他的人是拉赖喊 但是是经过康熙皇帝认可的 苍阳加措 在押送到京城的途中啊 或是缘寄了 或是出走了 我想这里边跟康熙皇帝都会有关系的 无论是死还是走 都有可能是康熙皇帝受益的 那么说在这个问题上 这康熙皇帝 为什么如此的惯着这个拉赖喊呢 那是康熙皇帝这会儿还指着人家呢 因为啊 就在拉萨 在西藏的北方 就是准嘎尔汗国啊 这嘎尔丹虽然死了 策望阿拉布坦不是凡人 虽然呢 身患眉毒 但是这个大汗的身谈至尖 算得上是一代中兴之主 这康熙皇帝不是傻子 他觉着跟准嘎尔汗国呀 在短时间内还会有一场浩大的战争 那准嘎尔汗国 北方的西藏地区 是和说特韩国 那自然就是关键中的关键 那么拉拢谁呢 是西藏教廷 还是这个蒙古在青海的朱王宫 还是拉赖喊呢 最后这康熙皇帝 还是选择了拉赖喊 但是啊 您各位知道 我说书 我不怕自个儿跑自个儿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您 康熙皇帝 这绝对是一部臭棋 不能再臭得棋 他选错人了 咱们还别说这拉赖喊 他以后会干什么 咱们就说他前边干这点事 首先说 韩魏来之不正 他把自己亲哥哥堵死了 他才当上了 和说特韩国的韩王 其次 擅自处死了西藏的帝八 桑洁家措 那你别忘了 这桑洁家措手里可攥着 康熙皇帝赏赐下来的法王印 跟康熙皇帝那儿啊 人家也是自称臣子 哎 您这蒙古大韩啊 归附于大清之后 就得自称奴才 再往下说 从咱们金人的角度上看呢 显然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家措在行为上啊 有些放当不羁 那肯定是一世真正的达赖喇嘛 无疑 你拉赖喊为了一己私利 哎 说费就费 这完全不合乎道理 那句话说的好嘛 这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 士族权利 你往人家这个宗教里边插得太深了 没有意思 显得你小心眼儿 最值得让人唾弃的是啊 他立这个六世达赖喇嘛 他所谓的六世达赖喇嘛 他既没有跟那个西藏教廷商议 也没和这个青海的朱王公商议 他自己做主意 而且呀 哎 他立的就是自己的私生子 所以说啊 这拉赖喊啊 这王干的好不好 暂且不说 在人品上他就有问题 所以我才说 康熙皇帝是看错人走了眼了 那没办法呀 那这会儿啊 这皇帝是猪油蒙心 迷了眼了 所以说呢 他认为西北战士一起 只有拉赖喊能真正帮得了他 那他把宝就全压在了拉赖喊身上 那他派这个张家活佛 以及哲不尊丹巴活佛的特使 来到拉萨干嘛呢 再加上这个清朝特派的 入葬官员这个特使 他们是来呀 给这个假活佛呀 证明的 这联合调查团呢 最高领导人 那肯定是啊 这康熙皇帝派进来的 进葬大臣 他不是铸葬大臣呢 铸葬大臣是从 这乾隆皇帝时候 才开始的 这个进葬大臣呢 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呢 他先代表朝廷 代表皇帝 给拉赖喊呢 刺了一枚金印 这金印上啊 有五个金字 是什么呢 一法公顺寒 那这就不用说了 那这就证明啊 这康熙皇帝认为 拉赖喊前边干的所有事 全是对的 之后又假嘛三刀的 走了一圈 刑事 调查了一下 这阿旺 伊西加索 就是六世达赖喇嘛 无疑 那么说咱们开头聊的那枚 红法绝众第六倍 达赖喇嘛 金印是大清朝廷 赐给阿旺 伊西加索的嘞 哎 这故事要是那么简单呢 就不用我在这 费尽巴拉的给您聊了 学徒我在这啊 先祝您中秋快乐 要之后事如何 咱们明天 接着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